如果在160的头盔上给你选三篮字效果 你会选哪三个篮字呢 首先我们知道160肯定是没有无级别的 这个肯定不能选的 那么怎样子的头盔才能达到价值的最大化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想到了一个答案 那就是待机率的篮字 那是160最好的装备 昨天潘总励志就要出一个神兵力气 总共鉴定了300件150和160的装备 最后逆袭出了一个逆天三篮字的头盔 属于法系逆天神器 特技是琴音三叠 这是目前法系唯一追求的特技 你可以说其他特技可以没有 但是这个琴音三叠那肯定是要有的 毕竟在目前这个单点版本里面 琴音三叠作为点人最好的特技 没有之一的存在 法系是必带的 不带你都不好意思说话 但是如果只是区区一个琴音 根本无法满足扶战的一个需求 所以继续往下看 第二条是特效再生 160的头盔带一个再生 有点哭笑不得 你说它没用吗 每回能回几十血给你 整场比赛相当于多个大惊 但仔细想想那几十点血 好像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只能说这个特效 在上面加下面的这个篮子的作用下 它才稍显有点用处 如果换成精致 可能都会比这个再生好 我想作为老板来说肯定会喜欢精致 毕竟再生确实鸡肋事 就是这一条法术暴击伤害加2.6% 把这个头盔升华了 如果没有这一条篮子 区区情音三叠 那么也就几个米 但是因为这第三条 这个头盔妥妥的服战神器 虽然说法术暴击伤害 并没有太多的老板去追求 但刚好伦总的法系小打小闹 就是在追求法术暴击伤害 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难投最终也是伦总拿下 具体成交价是多少我不清楚 但是据小道消息 只知道一字开头 这件装备的话 也是在梧桐的直播间里面爆出来的 果然还是一个高米小能手 当然还有许多小特技的装备 也不是说300件里面只出了一件机品 比如轻音鞋子 暴怒腰带 水清帽子之类的小东西也蛮多的 但是其他的东西 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个说法 还有一条愤怒腰带 但这种东西都不是最终目标 像这个帽子才是最终的目标 如果说小伙伴们上午神坛 你们最喜欢的一个几率篮字是哪一个呢